AG被KSG淘汰出局后 孟磊透露出 一诺回归的计划安排 并直言 AG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第三轮的战术调整一塌糊涂 赛讯主下赛季会做调整 但输给KSG并非阿宝的问题 伴随着AG输给KSG被淘汰出局 很明显能看出 队伍出现了大问题 感觉就像是有勇无谋的莽夫 甚至就连KSG的语音 都直言喜欢打 言外之意就是 毫无运营可言 对此孟磊在赛后也是得出评价 AG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多 第三轮想要调整战术 却反而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说夸张点连芝麻也没了 练不会大射体系 打进攻又变得一塌糊涂 响应气势如虹的KSG确实有点 其实现在问题挺多的 我说实话 太夸张了 问题他还不如一开始打的呢 就越打问题越多 感觉队伍出了一点问题 应该这样的 对 有点高开低走了你知道吗 高开是什么呢 那时候高开是有一个点 我们是打的是全进攻 让射手当孤儿 但是打得特别猛 打得巨猛 然后就靠这种前中期的 那个压制力跟你打架 直接给你打得喘不过气 然后就直接给你扭压了 就这样一直赢一路赢 然后念大师练着练着 发现练了这么久没练出来 反而前中期的一些 打那种前中期的进攻节奏点 以及一些小细节七七八八的 就是把我都没那么好 就想去学别的东西 有点那个剪了芝麻丢了西瓜 应该是剪了西瓜 芝麻也没剪到 随后梦寐透露出 一诺回归的计划安排 看样子 ag并不会买射手 而是继续让极光跟一诺竞争上岗 至于赛训组则是会补强 大概率就是奶茶回归当主教练 但这场输给ksg真不是阿宝的问题 还有个兄弟说 到时候一诺养育会回来是什么情况 他其实 其实这赛季怎么说呢 极光确实压力有可能太大 没发挥的很好 他到时候一诺回来 因为到了两个射手嘛 到时候应该还是一样的 老规矩就是看训练嘛 看训练状态 然后到时候谁上 教练 教练看吧 其实教练组 其实本来还有一个奶茶的 但是奶茶去那个养育会了嘛 到时候回来应该 教练组应该回家来 说实话 其实今天的BP真还行 BP真是打的不好 真是打的不好 能赢的局也没拿下 然后 今天BP真没什么太大问题 然后局内掉点都那么多 你这种技术掉点你就打不了了 怎么打 就今天一些大家的坏毛病太多了 你知道吗 说白了坏毛病太多了 就是一些不注意 那把劲 真可惜 那把劲真的赢 最后一把 我觉得 有人赢就是打的 打得没那么好 最后一把有点不敢打 其实我们是优势的 但是不敢打 对面中一都掉了 就是不敢打 总的来说 AG输就输在折磨自己了 如果第三轮 还是以前的打法 放养射手 让猫神出去带节奏 或许季后赛能更进一步 但确实是很难夺冠 毕竟盲队跟TTG太强了 至于一诺回归 跟极光竞争上岗 对极光而言 是最好的结果吧 但他想再回首发很难了 新人上场 要是没能打出高光 后续想要获得 更多的培养很难 就连渲染都可能 被一安取代 更何况是打了一个 赛季都不太新的极光 大家觉得呢